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问了他的孩子一句话 孩子 假如有一天你的房子被烧毁 你将带什么东西逃跑呢 孩子就很天真嘛 究竟 钱吧 钱应该都会是要用到的 带钱跑 正常吧 爸爸就会啊 不对 不是钱 儿子就想了想 嗯 不是钱啊 这样是钻石金块吗 金条吗 也不是 是有一种没有形状 没有颜色 没有气味的宝贝 你知道是什么吗 他的孩子还是回答 嗯 想了想 不知道到底有什么东西 是我假设要被烧毁 房子要被烧毁 所以要带走的 就是一个没有形状 没有颜色 没有味道的东西 到底是什么 我没有想过是什么 他爸爸就回答道 是智慧 他是任何人都抢不走的 只要活着 智慧就会永远的跟着你 这边这一句 这样这边的短短的一个对话呢 也就看出嘛 犹太人对于智慧 对于知识的渴望 所以他们对于 对于孩子的教育也是一样的 告诉他们 智慧是很重要的 因为他们常常不断被迫害 财产常被抢夺 房屋上被烧毁 他们的人民上被驱逐 屠杀 所以他们认为 知识可以成就 他们自己的一个防卫机制 钱带不走的话 至少智慧带走吧 他们还有一句格言呢 是说到 如果女儿要嫁给学者 即使要变卖一切的家当 也是值得的 为了娶学者的女儿危机 纵然付出所有的财产 也在所不惜 也就是 这句话 也是对于他们 对于那个知识的渴望 对于一个学者 可以带出他们的一个 民族的重要性 也是对于他们来说 就是一个 很重要的事情 需要再被保护 需要去追求的 还有一句的 想法 也就是说到 假设 有一天 你的爸爸跟你的老师 同时被抓去监狱的话 你只能救出其中一个人的话 你会救谁 在他们的眼里的话 只会救出教师 只会救出老师 因为老师可以带来智慧 而没有一个东西 是比智慧还要重要的 所以对每个犹太家庭来说 没有比家庭中有一个 或者几个博士 更为荣耀的事情 所以他们对他们来说 教育是一个很神圣 很神圣的义务 必须要执行 不管你今天是乞丐 不管你今天是穷人 你都需要去读书 你都必须要学习 希伯来与圣经和塔木德 对于他们来说 就是有人甚至传言 他们就是一本书的民族 就是源自于此 对他们对于这些书 对于知识的确保性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甚至在美国呢 很多 因为美国当时早期的时候 就有很多不同的移民去那边 尤其有像意大利人 或者是犹太人 以及在那边 而意大利人呢 他们对美国的教育 是有疑虑的 他们就让孩子 在当地的田间 地头做好帮手 就是帮忙去耕田啊 帮忙照顾那种 马羊啊这类的东西 所以他们认为 教育是一种人力剥夺 看不到孩子上学的重要性 结果 他们的孩子很多 就逃学 错学的早 成绩也不要差 犯罪力也比较高 而犹太人就不一样 犹太的儿童呢 因为他们多数都是品鞋监 而且会受到老师的喜爱 一向他们那边的统计啦 美国犹太人口中 受过高等教育者 所占的比例是 整个美国社会平均水平的五倍 也就是说呢 他们是非常非常注重教育的 所以他们很多的女性呢 很多也是没有出去做工 他们甚至会常常待在家里 注重他自己孩子的教育 对他们有一个既定这样的观念 可能现在有一些改变 所以这也就造就呢 如果你去看回诺贝尔奖的办法的话 占的比例很高都是犹太人 都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所以他们 为什么他们会变得很厉害 为什么他们可以在 成为这世界上 可能人家对于最聪明的一个种族 最有钱的一个种族的话 也就是因为他们有这些 追求知识的渴望 而且也是有很好的 经商的手换 经商的特点 好 今后我们也就分享到这一边 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一期的节目 有什么看法呢 可以留言让我知道 也可以继续的收听我的节目 继续的订阅我的节目 还可以继续帮我的节目 点个赞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啦 拜拜